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一些烦恼 这些事情也是有的 而且有很大的一个量 比如朋友们在网上可能看到有人发帖子 就提到说曾经拿毛笔和我换姿 结果带来一些不愉快 这件事情有没有呢 我已经记不得了 因为一定是很多年了 但是在我记忆当中 用我的字去换毛笔 这个事情 我实在是在我记忆当中没有 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类似的事情却有 因此我并不是完全排除 说这件事情是绝对没有 因为在我记忆当中虽然没有 但是类似的事情是有的 什么叫类似的事情呢 比如说用宣纸和我换字是有的 既然可以换宣纸 又为什么不可以换毛笔呢 所以可能有 但是在我记忆当中换笔的事情没有 我说说需要换宣纸的事情 我当时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学的时候 那些学生都很困难 大家知道写字画画是有很高消费的 比如说买笔买墨买纸买烟 是这个买很多的这个这个颜料 这些东西确实有一定的开支 学生确实非常的困难 因此呢 有一些个人呢 就是也不知道从哪里来这些人 身份都查不清楚 就到东方艺术系拿纸扣换字 当然他给的纸并不多 质量也不好 但是好在学生们呢 因为是这个学生练习用的东西 也就不要求质量太高 只是要求呢 数量多一点 给学生们一点帮助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换过一些纸 往往学生们在这个 完成作品的过程当中 和一些习作 都是我来给他们很多的纸 实际上是我拿字换来 这是有的 但是给我自己本人 却带了很多的一些麻烦 比如说这些纸 价值几百块钱 我的字当时可能是几千块钱一张 本来是为了帮助学生们 才这样去做的 因为你要直接给学生们钱 让学生们去买纸 学生们有时候不好意思的 给些纸就可以了吧 可是拿走你字的那些人 他们就出去之后 很少几个钱给你卖掉了 所以把你的这个市场价格 都给打乱 因此后来 渐渐的我就不再换 除此之外 还用其他一些物品 来找你换 本来是从心里并不想换 可是来的人呢 说的话特别可怜 跟你说 我是什么广东的 是四川的 陕西的 我千里迢迢来找你 你帮助帮助我吧 我们那个单位呢 非常喜欢你的字 我们就留着单位的悬挂一下 给我们一点支持 我开始也都相信 于是呢 就给他们写了字 不管这个等价 是不是合理的 那么就给他写 写完之后 你搁不久 他就 把他的拿到一个画廊里 去卖掉了 比如说 当时一张字 值五千块钱 他就给你卖两千块钱 很少钱卖掉了 因为在天天画廊 很多人都熟悉我 刚写完这张字 我都记得 隔两天之一问 就是 说北方话 撒瓜俩早就给你卖掉了 所以心里感到很不平衡 于是也就不再去 这个 跟他们 这个以字换物 不去这样做 可是来到人 就跟你纠缠不休啊 你也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你的手机电话 知道你的家庭电话 甚至知道你的家庭住址 然后经常就是 不约而至 突如其来 你就 无论如何 你也 大缝不走 就跟你这么死纠缠 经常就让我感到 非常非常的苦恼 我今天 咱们录节目 这个准确的时间 应该说是 今天是 七月二十四号 就是在昨天的中午 又遇到一个麻烦事情 忽然有一个女士 给我打电话 就说你是田老师吗 我是这个北京的 一个什么什么公司的人 我现在天津呢 我急着见你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要当面跟你去讲 我说你姓什么 当然我也记不住他的性命 然后就说 我一定有事要找你 我说你到底是 有什么事情 死活不说 他讲得非常的急切 你没有办法 我正在我的工作室里 正是接待几个朋友 那么好吧 你就过来一下 有什么时间面说吧 一过来是两个人 一进门 就递给你一方宴台 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端宴 请你收下 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说这是无辜受禄 我为什么要收你东西呢 他说你只给我写张字就行 还是以物换物的东西 那么让我就感到很烦恼 我说我确实很忙 我没有时间跟你写 我说你说有什么着急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的话 我说你应该在电话说清楚了 你就不要过来 那么你见了面 非要送我台宴台 无功受禄 我是不接受的 那么我要给你写张字的话 你给我带了很多的这个时间上 工作上的麻烦 我说对不起 我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我再三的推脱 人家就不走 就一直在我工作室里 待两个小时不走 后来我的朋友也帮着去说劝 然后他出去之后 就坐在了大门口 那种椅子在那里坐 不走 就在门口不断的给我发短信 就说我非常困难了 我远落而来 我是这个非常辛苦 这么炎热的天气 你可怜可怜我吧 就是过去 以往都是这样同情他们 然后给我自己带了这么多的苦恼 到这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给他一点钱 我说你这个劝做路费吧 就这样才好说歹说的把劝走 大家知道有多少麻烦事情吗 还有些人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给你发了很多的信函 记得南开大学 然后你见到信的时候 上面也有照片 就说我是个残疾人 比如说我是个腿瘸的人 剥脚 然后还照出照片来 怎么样主着拐走路 怎么样的困难 从多大岁数就有这种疾病 然后最后说 我是个书法爱好者 请你通情我 可怜我都写张字来 就像这样的信函 就太多了 我与他素不相识 他只是来一封信 寄个照片来 我哪知道这个照片 是不是他本人 究竟是怎么个过程 我完全不清楚 如果我给他写字的话 还会有很多的 什么聋哑人 什么其他有疾病的人等等 就是还有一些人就说 我得癌症了 我快死了 请你写张字之后 我家里圈挂上你的字 我在死就瞑目了 说的这么可怜 你说你有什么办法 有的给写了之后 然后就是这个样的 骗走你的字 然后连封回信都没有 你要不给写 就反复打架你 还有些人就直接给你 寄些个物品 寄来之后就告诉你 给我写多少多少字 来补偿我对你的这个赠送的礼品 如果你不给我写 你再把这些礼品 用挂号信也好 用快递也好 给我寄回来 你说你这么忙 你不给他寄回去 他反复的来行打扰你 你给他寄回去之后 你自己要花时间花钱 他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就是几乎每月每周 说不上每天 都有人在这 这个应该说也是一种骚扰 还有的就直接就是 到你家里买资 买你资可以吗 第一次买资 你说多少钱 比如说你说一千块钱 好了就给你一千块钱 你下次说一千五 给你放下两千块钱 好了不用找钱 交我朋友嘛 死说活说就 你退他他不要 你当时就被麻痹 要一千五给两千 等到下次告诉你 我这都要十张字 只是我今天没有带钱来 你这写了 拿走之后便一去不复返 就这种上当受骗的事情 是经常发生的 还有人就是找你拿走字之后 当时没给你钱 后头就说我根本没有拿你字 或者拿走你四张字 就是说我只拿走你一张字 类似这些事情啊 它不是偶然的发生 它是每天环绕在你身边 跟你纠缠不休 因此你说重了也不是 说轻了也不是 在上个月 我还遇到这么一个非常烦恼的事情 就是令我愤怒 什么原因呢 就是有一个人找我来 就换什么东西 被我拒绝 没有换 没给他写字 然后就给我发短信 就大骂我 骂的此举之恶毒 真是令我家人都受不了 要去报案 你打了官司也好 告了状也好 他手机上有他的这个号码 你会胜诉的 可是你想一想 你有那么多时间吗 有必要去纠缠这些吗 你只好再给他挥短信 好烟安慰他 我有什么什么困难 你到底为什么发这么大火 把他好烟劝一遍 然后他还在发短信骂你 你又给他发短信 去好烟劫劝他 终于第三次他被感动 他才跟我说 天老师实在想得到你一张字 我上一次是从多远多远的路程 到你那去 火车费花了多少多少钱 我住店又花了多少多少钱 我说这些事情都是你自找的 也不是我故意给你添麻烦 你为什么把你这些个损失 都要记在我身上 让我替你偿妇呢 好烟跟他说了很多很多 他终于说 我想不到就是这样的骂你 你也不还口 还给我耐心的解释 我知道你是个不错的人 以后我尽量不给你添麻烦 就只有这样才化解了矛盾 这要打了官司告了状 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更多更多 于是我就想到很多的书法家 有一些知名度的人 很年轻就得了大兵 比如说用功过度 使得这个腰间盘拖出 或者是脊椎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到现在走路都非常的困难 还有的呢 戈背上人 长将前的剑巧颜 还有的书家因为用功太多 写字的戈背不能伸直 这个我见到的太多了 那是用功过度 还有的人的这个 也不是一个两个 写来写去 把眼睛写坏了 视网膜脱落 更有一些个人 就是说很年轻就死掉了 当然跟他过多的追命 朱利等等有关系 但是社会上带来的 正面反面这些压力 也实在是够人一受的 我本人虽然是说 还算不上个书家 但是我遇到这些困难也很多 近年来 我虽然身体没有太大的病症 但是比如说脾胃不合 身经衰弱 也时常的困扰着我 说到这儿 大家就会明白 那么些个年轻的 中年早上的书法家 大家知道这些过程 就会感到他们 他们的死 也是不足为奇了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瞻字 这个瞻就是姓瞻的瞻 比如说瞻天佑 就是这个瞻字 我们先用凯数来演示一下 在悲铁当中 经常见到的一种写法 有关于他 从中下的一种写法 我感觉到很空写到的一种写法 好了 今晚我可以词一下 这个写法是在悲帖当中经常见到的 它的规范字不是这样 规范字下边是一个言 言就是言语的言 是这样的 这是这个规范字 那么有的朋友就会说 这个詹字不是一个常用字 经常写不到这个字 讲这个字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是和朋友们说 单说姓詹的詹 这个字真的是 它不能算个常用字 可是问题呢 跟它组合的 就是左旁加一些偏旁步手 或者是上方加一些偏旁步手 这些字太多了 所以呢 这个字就应该我们在这个独立的 这个右半边这部分难度大的 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有哪些字是组合而成的呢 比如说左边加一个木字旁 掩木的木 那么这就是高瞻圆竹的瞻 左边加上一个被子 宝贝的被 这就是赡养的善 左边加上一个踢手 就是承担的担 左边加上一个肉院 就是胆量的胆 当然我们说这都是 过去繁体字的一个规范写法 我们试着掩饰一下 这几种写法 和右边这个粘字 组合而成的时候 有哪些注意 一些个结构上的东西 我们呢 时间的关系呢 只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 写个掩木的木 右边加上这个粘子 请注意 关键是这一片 要把它放出来 片长 这个右方呢 这一笔也可以写成这样 也可以直接点个点 在楷书当中呢 经常见的 就是右旁直接写一个点 就是 下边是个盐子 这样写 这个片必须伸长 如果是赡养的善 大家注意 写法有不同 先写在这儿 跟大家说 这已经就是掩木的木 但是下方呢 还多出两个点来 一小短片 一点 再看看这个结构 就发生了变化 如果你这时候 再加一个长片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和下边的这个点 发生了冲突 因为左边的片方不守 加长了 片若再长 双方就发生冲突了 所以写这样的字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就把这片缩短 看来字形非常相近 在结构中处理 确实不一样 说短 就一定把它短起来 说长 一定要放出去 然后 这右边 再这儿写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营让关系 虽然右旁为主 它的基本字形 保持着 但是 有些个 对左方有影响的 一些长横 长片等等 都要有一个 互让的过程 好的 我们再把这个 粘子的楷书 单写 大家看一看 这一笔 可以写成一个点状 也可以写成一个短片 这一笔注意 刚一起就转过来 是向下 两个方向不一样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冲这边 这个是向下边一点 然后 再写这一横 这一横不要太长 然后这一撇不能短 注意 撇到中间靠后这一部分的时候 在这一块 稍稍粗一点 不然就变成鼠尾 就是越写越细 长片记忆会这个鼠尾 然后 两个点 也有这样 直接一笔过来的 这骨皮裂章 两种写法都有 直接写个公字 也可以 然后下方 一个口 这个口最后是找正这个字的 最后的结束点 就这个 直接是这样下来 正通向这个 下方 这个字就正了 但如果 左胖有偏旁不守的时候 那么写的时候 就要注意 把右胖写窄一点 那么这个撇的伸缩 一定是个关键问题 好的 我们大家看一看 这个字的 行书写法 再看一遍 上方的 这两个笔画 要写得非常轻盈 然后有横 这一片 可以当钝片 也可以当锐片 这是一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呢 就是经常见到 汪熙之啊 这个汪宪之 他们写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反倒呢 加了这样一拐弯 就这边 写凯数不加 偏偏在新书当中呢 加上一拐弯 然后下方再加写 这是新书当中的 又一种写法 再有呢 它就是连写 连写就是 这笔拐过来之后啊 从这儿就过来 它不再直接写成一横 直接就甩过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顺势的 因此这一笔 无论如何 不要写太长 如果写太长 比如说这样 从这儿再过来 这长 那么这下方就拥挤了 如果在这儿写的话 这个字形就不正 所以注意这笔写的时候 如果连写 一定让它靠左 然后这样 或者写个言子吧 像写个言子 都可以 这在新书当中 要注意这几个问题 也就是凡是带这样一个 现在说呢 就是一个简化的 简化自己的工厂的厂 实际这个字应该念 安 就是这一横 加那一撇 这在新书写的时候 通常是要这样 或者草书也是这样 就是这样带过来 但是一定角度不要大 要靠左边偏斜 如果这个 所谓的一个短横 如果太长了 它就影响这个字的整体 结构上的美 看看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非常简练的是这样 这就是草书的詹字 不管左旁有什么样的偏旁部首 或者上方 都要写成 独立的这个简子 是这种写法 跟哪个组合都是如此 比如说 胆量的胆 大家知道这是过去的这个 翻写当中的这个答案字 那么在组合的时候 就要看就要看到 左旁这样转过来 然后右旁是这样 是这样 这个包括 比如说高瞻远瞩的瞻 也是这样 转过来 然后点两个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 写这个瞻字的草书写法 还有呢 就是连续的这样 比如说写胆量的胆 然后转过来 从这转 这样也见过的不少 但是这不规范 规范的应该是 一二两个点 点过来 再这样点点 是这个情况 这个地方省略了一个什么 省略了一个 这样一横 再转过来 把这省略了 直接用这个过来 这必须得熟练 在写草书这一片 用不着太长 再看一下 或者再短一点 都没有关系 这样写也可以 这得靠着熟练 写草书如果不熟练 不能在下意识的 这个过程当中去完成 那么草书是写不好的 这得静草书是写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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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得静草书是写草书